我是属于是叶盛桃的那个孙子媳妇 老头真是平易近人 不跟任何人发脾气 看 无痛风景品百味人生 大家好 我是彤彤说北京 你眼前的这座小院啊 就是叶盛桃的故居 他的孙媳妇给我们回忆到 老人生前啊 平易近人 还与冰心啊 相约海棠树下 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在东北那时候 我们一家的叶盛桃 叶之善 叶盛桃是叶之善的父亲吗 叶小莫 是他的姑娘 我是属于是叶盛桃的儿媳妇 那个孙子媳妇 然后我儿子 我们一家五口全都在出版社 就是新闻单位 他是就回信非常多 全个各地的 读者的来信 小朋友啊 读者 大人的就是来信 他一一都毁 不喜欢打招 他的 没说时间 这俩老头 叶之善和这个 叶之善和他儿子 对 有儿子 这俩老头总说时间不够用 时间不够 整天白死的写 晚上也写 就是肚子里有东西 知道吧 写不完 对 写不完 你算吗 我今天七十了 像我这俩孙子 嗯 二十了 对 像那大二呢 长这么大 我没听说过有脏话 哎呀 我没听见过 他家 他跟家教他都有关系 随着家庭的那个环境影响吧 他就 形成了那种 自然而然 不像啊 那像那个打架斗欧啊 对 是那闹事啊 来找家长 没有我们的孩子 从来没有过哈 先生走的时候 是在北京走的 还是老家 在北京 在北京啊 就在这个院子是吧 就在这个院子 老头真是平易静人 平易静人 不跟任何人发脾气 对 有什么事怎么说事 平易静人 晚上这个逗子 他站那个桌子上那块 看电视 嗯 然后我就给他按摩 啊 哈哈 瞎瞎吧 嗯 起的高兴吧 他不扒在那个瓜子仁啊 搁在小盆里给他吃 谢谢 谢谢 一会儿是谢谢 我这一会儿给我50块钱 我这时候还挺好 哈哈哈 冰心来过 冰心 对冰心来过 冰心来过 对啊 海盘这个也就有他 来过他跟那个叶盛陶 在这这不两棵海棠树吗 嗯 在这个这侧的海棠树呢 两人照顾相 啊 照顾相 所以是那个好多人 墓全国各地的 墓名而来 就来找这棵树了 对 找这棵海棠树 他不是有纪念意义吗 有纪念意义 嗯 太难受了 一般的就是外地来的 我都是啊 你看嘛 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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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好了 我母亲媳妇说 你别管那事 您怎么称呼 我姓康 健康的康 康啊 您说他是孙媳妇是吧 对 啊 4月5号左右 那开的那个那海盘 啊 红花的鲜红 哎呦 那绿叶真漂亮 叶盛陶原名叶绍军 自秉晨盛陶 1894年生于苏州 是现代作家 教育家 文学出版家 和社会活动家 有优秀的预言艺术家之称 刚才啊 康老师提到的冰心到访 其实是一份长达四年的海棠之约 他见证了两位文学前辈的珍贵友情 叶老平生啊 最爱海棠 在院内呢 有一株西服海棠 当他盛开的时候呢 叶老会选一个日子 准备些韭菜 邀请好友 共同赏花 冰心老人听到话 就非常想去 叶老当时就应下了 不料此后 一连三年海棠花盛开时啊 叶老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 1987年4月初 叶老出院回家 海棠占出花蕾 在他视力极度衰弱 几乎看不清东西的情况下 仍坚持邀请冰心老人 来赴赏海棠 此时啊 冰心老人腿脚也不利索 在家走动都得扶着步行驾 难得出门 但他坚持要赴这四年前定下的海棠之约 4月22日下午3点 冰心老人啊 来到了叶老家 两位老人握住手相看了好一会儿 站在海棠树下拍了好多照片 叶老耳背的厉害 冰心老人啊 就凑在他耳边高声说话 叶老则把手拢在耳朵背后听 这一幕啊 刚好被拍摄到了照片上 就像两个人在说悄悄话 冰心老人领走时啊 叶老让儿子把新开的一斤箱剪下三朵 请冰心带回去 叶老啊 把冰心送到了二门口 两位老人一再互相叮嘱 千万保重身体 1988年2月16日 叶盛桃在北京市市享年94岁 也是这一年呀 在他过世两个月后 海棠花依然绽放 他的家人捡了两只开得最盛的海棠 和三只玉金香 带着去看了冰心老人 叶盛桃与冰心历史四年之久的海棠之约 也成为了老一代文人 信守承诺和珍贵友谊的一段佳话 今天我们有幸来到了叶盛桃故居 参观了叶老生前最爱的海棠树 并更有幸在树下拍照流年 为新一代文人也在此历史 将纸笔不语呈现更多可以传承的文字 不复此段时光 所以我们下来来的好看 在这个小道路上 如果这里是弹性小放得很厘